所以說這個地方冬季夏季很多釣客來這邊釣魚 都是來釣的黑毛白毛 我們現在感覺就是比較沒有風了 因為我們到了逐漸靠近最北邊的西半邊 這邊也是一個石戶區 石戶啊 這邊就是一個石戶區 這個石戶也是因為影響風面的關係 跟颱風風浪大有關係 所以說已經感覺上沒有那麼像石戶了 原本在地的農漁民 原本在這個土地 等於說在半島的周圍 原本是在這個上面是一個聚落 那當時呢 我的老闆呢 他的父親看到這塊土地的時候 他認為說呢 因為他當時漁民的生活呢 不是很好的 都靠著出海捕魚 然後賺點錢 居住的環境非常的不好 那我們老闆呢 就跟他這些當地的漁師跟他們說 我幫你們在漂亮好用的房子好不好 他們都說好 所以說他們都牽出去了 就在我們入門口處那邊的一個社區 讓他們在那邊來做居住 環境比較好這樣居住 那麼就把這個土地呢 就怎麼樣 重新重新重化 忍不忍 不會還好 這個所謂景區的度假村的一個創設 這個還有用耶 找來有啊 防風 防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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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